2015年第1回2プラス2 交渉開始的防衛装備品技術移転協定 本日署名できたことは 両国の防衛協力をさらに促進するものであり 日本2014年結束了数十年的海外軍售禁令 以强化軍力 降低武裝成本 近来 東京一直在和雅加达 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谈判 希望允許国防設備和技術出口 在2加2会议上 双方还承诺加强军事关系 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 两国还表示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新唐人记者上镜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